记者吴志伟台北报道,中国女星范冰冰涉入逃水丑闻,她与经纪人穆小光传出被捕,至今仍未对此消息有任何说明,如同人间蒸发。 范冰冰昔日闺蜜,女星少小山更爆料,范冰冰人在美国,而且与李晨早已分手。 最近李晨现身为电视台录VCR,竟被发现已拿掉原本习惯戴在手上的婚戒,再度掀起一热议论。 李晨近日以节目奔跑把兄弟成员身份为电视台录短片,却有网友眼间发现,她手上的婚戒不见了,让人不免怀疑感情是否出现问题。 由于她在去年9月向范冰冰求婚成功,之后两人便常常各自戴住婚戒,就连5月李晨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出席主演的电视剧《七日生开镜仪式》上,依旧高调晒婚戒,对照如今的影片中,她全程未戴婚戒,引起大众好奇背后原因。 李晨最近未定视台录VCR,被发现已拿掉原本高调带在手上的婚戒。 翻设自微博,李晨今年5月出席在美国的新戏开镜上,受伤仍高调带住婚戒。 翻设自微博,李晨,左,去年9月向范冰冰求婚成功。 翻设自微博。 翻设自微博,李晨,左,去年9月向范冰求婚戒。